好下面呢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ATK HC05的这个编程 也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这个编程 好再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编程之前呢 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ATCH05的两种工作模式 以及三种角色 实际上我们讲这个两种工作模式 以及三种角色呢 是对我们之前讲我们这个HC05的这个知识点的一个补充 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工作模式和三种角色呢 因为它的这个工作模式和三种角色跟我们这个编程是相关的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TK HC05的工作模式 在这个文档里面 也就是它这个AT指令级介绍里面有讲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HC05呢它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这个命令响应工作模式和自动连接工作模式 而在我们这个命令响应工作模式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AT指令 对我们这个模块进行一些配置 比如说配置组或者配置虫 还可以进行一些状态的一些查询 好然后在我们这个自动连接的这个工作模式下面呢 我们又可以分成三种工作角色 大家注意 一种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组设备 还有一种就是重设备以及回环 回环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设备 不过这种重设备呢 在收到主设备发送的这个数据以后呢 会把这个数据重新返回给我们这个主设备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回环 好 大家看啊 当这个模块处于这个自动连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 会根据我们之前啊 我们通过这个AT指令设置的这个连接的方式 进行一个数据的传输 好这个呢也给大家讲到讲过了 在这个命令模式下面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AT指令 好并且呢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个引脚也就是我们这个key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key这个脚 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工作模式的一个切换 因此呢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对这个IO就要进行一个编程 这个在后面具体编程里面呢 会给大家讲 好下面呢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demo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给大家理一下 我们这个demo的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初始化我们这个hc05这个模块 初始化 这个hc05这个模块 并且呢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设备 作为一个重设备 好它的第二个功能呢 这个这里面的功能描述呢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蓝牙模块来讲 至于其他初始化这个lcd啊 初化LED初化按键呢 这里面呢就不做过多的一个描述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作为一个重设备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发送 像我们的这个主设备发送数据 数据的发送 还要实现呢 它的一个数据的接收 数据的接收 并且呢显示 显示在显示屏上 并且显示 还有一个功能啊 就是我们通过按我们的这个key0 我们这个开发板上的key0这个按键 实现 组成模式的一个切换 好 我们这个demon呢就要完成这四个功能 大家来看一下 主要就完成这四个功能 好 然后呢 我们 要做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的 第一步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这个原理图 好 实际上这个原理图呢 有两个图啊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原理图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模块的原理图 好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模块的这个原理图 实际上这个模块很简单啊 它主要就是由一个蓝牙芯片 加上了一个电源转换的一个芯片 以及对外的一个接口组成的 好 而且这个蓝牙芯片呢 指引出来了我们这个收和发啊 这两个两个角以及 这个KLED啊 这两个一个状态指示一个控制角 还有它的地核电源啊 引出来的接口也很简单 也就是这六个角啊 这六个角的定义呢 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模块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讲到了 好 我们这个编程的时候呢 就需要对这个K和LED进行一个控制啊 并且通过串口 对它发送一些AT指令 来对我们这个蓝牙模块进行一个配置 好 下面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这个开发板的这个原理图呢 它的接口呢 就是我们这个U7这个接口 大家看就是U7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有六个角啊 这个六个角呢实际上就对应了我们这个 对应了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这六个角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收合发是进行了一个交叉的啊 收合发进行了一个交叉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收合发是接到哪个地方的啊 GBC TX我们输 GBC-TX查找一下 好 大家看啊 这个P10啊 这个P10呢实际上就是几个挑线组啊 几组挑线 就是几组挑线 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GBC-TX和GBC-RX呢 要把这个GBC-RX和我们的这个USART3-TX相连啊 把三和五三和五连起来 然后要把四和六啊连起来 我们用这个挑线做连接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我们的GBC-TX啊 就和我们这个USART3-TX啊 这个收啊 这个收就连接到了我们这个MCO的这个串口3上面啊 串口3上的发 而我们这个发呢 连接到了我们这个串口3上的收 因此呢 我们要编程啊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USART3啊 对这个串口进行一个编程啊 并且要通过这个串口呢 收发AT指令 来控制我们的这个HC05啊 这个模块 好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整个连接关系啊 连接关系呢 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HC05 通过刚才给大家看的 它的这个接口 对外的接口 P1啊 连接到我们这个开发板 开发板 而我们这个开发板呢 的这个对应的接口呢 是U7这个接口啊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接口 我们不光可以接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我们还可以接GPS模块 以及我们这个WiFi模块啊 只要这个接口是对应的都可以接 只是我们这个代码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通过串口对它进行初始化的这个代码操作是不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两个IO是怎么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GPC-KEY这个脚 好 GUN KEY 大写 大家看我们这个GPC-KEY呢 它是接到PF6这个脚上的这个IO上的 因此呢我们要编程的话就是对这个PF6进行一个编程 通过配置这个PF6的高低 让我们这个模块啊进入不同的状态 进入这个指令状态或者是这个自动收发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状态指示是接在哪 GPC-LED呢是接在我们PC0这个脚上的啊 因此通过对这个脚的一个检测 我们可以知道当前我们这个蓝牙模块是处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原理图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我们就知道啊 我们要对哪些IO进行编程了 首先呢就是给大家总小结一下啊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USARTT3-TX和它的RX 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两个脚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配置啊 把它配置成我们这个串口 并且呢要对它进行一个编程啊 实现我们的AT指令 好 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GPC-LED 以及我们的这个GPC-K 这两个脚进行一个编程 通过对这两个脚的编程呢 可以配置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个当前的状态 以及得到我们这个模块蓝牙连接的一个状态 好下面呢原理图也看了啊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 好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代码之前呢有一点要给大家再提醒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蓝牙的协议站还有它的这个配置啊这个profile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可能会问你后面的这个讲解里面 似乎我们没看到需要我们去对它这个协议站进行控制的这些代码 以及我们要配这个profile的这些地方啊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模块啊它已经把这个协议站啊 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协议站啊 协议站已经固化到了我们这个HC05这个芯片里面 它上面的这个芯片里面 并且呢对它的这个profile啊它也写进去了 把这个profile也写到我们这个HC05里面去了 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控制就可以了 这个HC05呢里面也有一个MCU 把大家知道这个就好啊 然后在后面呢就说如果大家在后面的具体项目中呢 也会遇到一些蓝牙芯片啊 这些蓝牙芯片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协议站啊 是可以配置的啊 你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个烧写 而这些协议站呢 我们这个芯片厂家会把这个代码提供给你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选择 你当前的一个应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协议站 也实际上就是去选择它的profile 因此呢我们对这个协议站和profile呢还是需要去了解 只是我们在讲我们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协议站和它的profile呢 已经是配置在我们这个HC05已经配置好了的 因此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讲这个代码编程的时候呢 就不会特别去关心我们这个协议站和profile的一个编程 好这一点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是说我们这个协议站和profile这个讲解是没有用的 好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代码这个流程 整个代码呢实际上呢这个流程呢我就给大家画一下啊 刚开始就是初始化 初始化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硬件资源啊这个硬件资源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面要使用的我们要用一些LED啊做一个状态指示 还要用按键 关键是要用这个串口 用ART3 还有一些IO 要对这些资源进行一个初始化 具体这个如何初始化呢 我们会在讲代码的时候给大家讲到 要根据它实际的一个要求来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就要去对这个蓝牙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啊进行一个初始化 也是我们初始化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好 这个时候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要对它发一个AT指令进行一个测试 好 当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 Wire1的一个死循环里面 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我们首先 会去判断 Key0这个按键是否有按下啊 如果有按下呢 那么我们就要切换 切换它的这个角色 把它从主切换成虫 或者把它从从切换成主啊 切换一个角色 然后呢 如果它是一个虫设备的话 这个时候它就要朝向主设备 像主设备 发送 发送一些制服 发送一些制服 并且呢 这个时候 它也可以 接收这个主设备给它发过来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接收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串口的收中段 在串口的收中段里面接收 并且在我们这个Wire1里面进行一个显示 好 我们整个代码的流程呢 就是这个样子 整个代码流程 大家下来呢 大家下来呢 最好自己能够比较规范的 把我们这个代码流程画一下啊 这样子大家在编码的时候呢 才能做到有的放施 好下面呢 这个代码流程分析完了 这个代码流程分析完了